哈喽小可爱们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的雨冬姐姐 在给小猪公主送完桃花之后呢 出现了三档门 到底应该选哪一个呢 呃就左边吧 哎呀我的天呐 黑漆漆的好吓人呐 先回来先回来先回来 啊我准备好了 这还有个机关 哎哎呀我的天呐 这这这这里边有一万个人要杀我呀 哎呀喜好都也我身手敏捷 大大欣喜 这几个小兵根本碰不到我一根汗毛 嘿嘿这里还有一个机关看一下试试 也没有什么变化 另外一边有一个凹槽 应该也是用机械手臂放小木盒的 那小木盒哪儿去了你 哎这墙上最上面有两个小按钮啊 够不到用电射吧 成功了关键打开了 里面有一个骷髅 一定是在守卫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吧 估计就是小木盒了 搞定果然下面就是小木盒 右边和左边是对称的 不过我打开中间的关材之后 我发现下面还有一条按道 真长啊这个走廊 这里出现了一个石碑 越界者 嗨吓唬人呐 我倒是要看看我越界了能把我怎么的 挺智能啊 他就是这个剑还是自动感应的呀 这这个没事啊 我刚才捡了一套钻石防具 这哪儿爆出来个守卫啊 别碍事啊 打死了守卫机关就自动解除了 关材底下还有第二个小木盒赶紧收好 回到右边的门口摆好小木盒 接下来就应该剩下中间的门了 原来已经自动打开了 这里下去应该就是出口了吧 打倒这个守卫者 咱们走 哎呀这又是哪儿 反正不是家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马上就能离开这里了 走吧走吧 咱们继续前进 好